你干啥去啊 在屋里待一下 那你别再吃了在外面站着 我刚才煮一袋面条 然后打了一个鸡蛋 等我进屋熟识了 回来我爸又给我打俩的 是吗 吃香肠面包 都那样是的 都累的 他们取价呢 从中午开始就各家跑去取 都不容易吧 姐不光只有咱们那个啥 吃不上饭 他们一样 年轻人都是在愤怒 咱妈心疼了 你觉得他们像这样 他像坐车里的 你说 像鸭救他们整地 这大风小孩的在中午带饭 凉口这一口就那么对不吃 那多可怜 我给了他一个帐 也不都那么直起来 带你吃 细品嘛 活得真是不容易 你给大家看现在几点了 我们才提前吃的晚饭 只要是晚上直播又能吃好吃的 先补点 我刚才啃了一磅 包米 我妈跟我爸这山上种的包米 老多老多的了 搁冰箱的冻上 天天就消耗那东西了 我跟我小妹说了 要在这一个星期之内把包米全吃光 一星期之内出了 你那妈太暂停想了 主要是 我还冻冰呢 我妈在下班又过来帮我俩忙回来了 姐你为什么制度那个手要这样起来 要这样一下 为什么呢 带不起来劲吗 我不会用筷子 那你为什么那个手要这样翘起来 妈 你这啥不教我用筷子小车 哪也管我教我 那你看我现在就不会用筷子 用用勺 不是这个丢就是那个 这个丢就是那个丢 近视镜你还能丢 你还能干点啥 你整一个 整一个片片在眼睛里是那个 那个丢不了 隐形眼睛 那不是天亮也宅吗 天亮也宅呀 不宅就直接搁也不行 那就上院了 哈哈哈 啊 得天亮宅一来 嗯 没嘛 你可别说话了 你啥也知道 可放大镜 为啥这门才能抬进去 他这门就这么设计的 没有过那的 这会啥也看不到 假的猫眼啊 不是假的 我没有办法 哈哈哈 这么看的看吗 我这个买的都没有正好好的 这样 因为咱们这个带一个扣开的窗户 这么立得了 是不是比胡子之后看了 我妈是我们小店的后勤部部长 一来了就开始干嘛熟 有一个是贴桂架的那个贴 完了还有一个是桌子上面的 这啥桌垫 这个就当莫里厄来了 他答应我给我吃 我买的是白色的 等当时就换人一起 你说这个多腿 妈妈姐说这贵臀 你觉得臀吗 就挺土 白色的纯色的好 不是 他 去着手柄 拿着你能好丁吗 能挑 哎呀妈呀 加铁也不如他原样他的好看 把手能攒下来的 他这个会跟那个油烟鸡比较配套 那油烟鸡不是绿色的吗 你没看之前这个棚底呢 那都是我们后来整的 后来整完 你看现在除了白 已经居然要给你一套的 所以我我我内茶 你干净人 最挺完美的人 虽然我不是很完美 然后也 一般啥事都没完美过 但我还是很丁臭的 哈哈哈 哈哈哈 给我做到这种 Niger兰朗鸡 我还是很丁臭的 幸运